各位欢迎来到赵旅拍摄 当这个疫情慢慢传播的时候 社会上有很多谣言 我们真得帮大家剖析一下 比如说美国今天的疫情很严重 美国的医护人员很紧缺 这个咱们理解 当时咱们一省包一市救助湖北 救助武汉的时候 全国各地有4万多医护奔赴湖北 加上湖北当地的医生 我估计医护总数大概有个6万左右 湖北一个省总共的确诊患者也就6万多 也就是说相当于医护和患者 大概是1比1的比例 美国今天确诊多少 美国今天确诊14050万 这么大的一个数字 也就是说按照咱这个比例 你得有14050万的医护 美国有这么多吗 所以就有一则谣言流传 说美国现在医生护士数量不够了 在全球范围内征召医生护士 你只要有这个从医资格 或者说有这个护士证 你就可以到美国去打工 到美国打工 因为是用人之食 所以人家给的这个薪水特别高 高到你都想象不到的数字 而且不光给钱多 还给你绿卡 因为你是在危难时期 来到美国帮人的 所以美国政府会给你绿卡 你将来就可以长久的在美国生活了 多好啊 一举两得 既赚钱又解决一个身份问题 这则谣言流传的时候 似乎确实有不少人是蠢蠢欲动的 因为毕竟长久以来 我们形成的惯性思维就是 美国是天堂啊 到美国移民多好啊 到美国能挣大把的美钞啊 但是可能有很多人也考虑 毕竟过去啊 是救治新冠患者的 别你这个钱没挣到 哎 我们这个自己还染上病 那咋整 要知道 美国可不是免费医留啊 你得病了 哪怕你是医生护士得病了 我也不能给你免费治啊 而且 有的人就琢磨了 美国会这么大发善心吗 免费给你绿卡 要知道 以前也有一则传言 说你可以到美军去当兵啊 你当兵了服役几十年之后呢 人家不光给你绿卡 还给你美国国籍 这个事一开始似乎真是有的 但后来随着特朗普总统的上台 越来越收紧移民政策 现在你一个中国人 想通过当美军士兵来入籍美国 已经几乎不可能了 那么到美国当医生护士 白给绿卡 这个事是真的吗 不一定是真的 我们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就在美国今天发生的例子 有一个加拿大公民啊 叫埃弗拉特 你想啊 加拿大和美国之间都免费 所以他此前已经在美国生活十多年了 但是各种原因吧 他一直没法获得绿卡 所以他也非常想找一个机会 看看能不能拿到绿卡 疫情爆发之后呢 美国医院大量的缺医生故事 他本身又是搞医学专业的 所以他主动请营到医院 加入到了这个抗击疫情的斗争中决 按他自己讲 那这个美国病人实在是数量太多了 他每天从早忙到晚 每天工作超过12个小时 付出了这么大的辛劳之后 他想你看国外的人人都说免费给绿卡 我现在在美国生活啊 而且我实打实的在美国医院 救治了那么多患者 我应该有这个资格吧 结果很不幸的是 前两天美国移民局给他发文件了 说对不起 这次审批 你没有资格获得美国绿卡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美国绿卡 是要给某一方面有专长的人 你没有这个专长 大家看到了吧 正在美国工作的医护啊 正在抗击疫情第一线的医护 人家还是和加拿大 一个美国免签的 在美国生活了十多年了 去搞一张绿卡 都这么难 那你想想 一个海外的人 想通过到美国当医生护士 获得一张免费的绿卡 这可能吗 更多大千世界 更多古今完人 点击赵旅拍案的头像 进来看看哦 赵旅拍案 本回书着落在此 欲知大千世界 尚有何等惊奇 自然是且听 下回分解 请不吝点赞订阅 订阅